盘点射雕三部曲《前六十高手》第五十三名 一届书生朱子柳 实力一流弱级别 神雕侠侣中一端大师的斯大弟子之一 是于乔庚耕独中的书生 擅长一阳指 荡城公安之战中 吊打过蒙古小王子霍都 原文称 朱子柳出入南地门墙之时 武功居于乔庚耕独斯大弟子之末 十年后已身至第二位 此时的武功却已经远在三位师兄之上 此时他的武功比之 郭靖 马玉 秋楚姬尚有不及 但已胜过了王楚一 郝大通等人了 杨过后来也认为 朱子柳的武功成就 不在女魔头 女魔头之下 第五十二名 心狠手辣 灭绝师太 实力一流弱级别 以天通龙记中 峨眉派第三代掌门 在正道掌门中 可以排入前三的人物 曾一箭斩断 紫山龙王手中的珊瑚金拐杖 戴奇斯评价其内力 不在自己之下 如果没有屠龙刀 万万不是其对手 光明顶之战前夕 灭绝仗着以天剑之力 一箭斩杀 名叫锐金骑掌骑使装针 七成的掌力 把张无忌打成重伤 后来呢 又与学会乾坤大挪移的张无忌交手 敌的张无忌数次显向还生 最后不得不使出 乾坤大挪移第七层的神功 把刚蒙掌力刹那间跨刚为柔 才勉强夺走灭绝的以天剑 名叫高手更是给出 实不能信 这几项竟是人力之所能的评价 万安四之战中 在内力恢复不到七八成的情况之下 与同样式状态不佳的贺比翁 大战数十招不分胜负 灭绝之态 如果是以天剑在手的话 台名还会更高 原文旁败说他的内力呢 留在宋远桥 五连州 和泰冲捉人之上 仅比少林派长们 空门帮帐 烧训 弹点射雕三部曲 前六十高手 第五十一名 金谋狮王谢迅 实力一流弱级别 以天铜龙记忆中 林建奥四大法王之一了 为抢夺七伤全谱 败空同三老 半年内在江湖上杀死 三十多位成名高手 人物首次出场 是在王团山 永世之后 正云所有人 张无忌曾给出 异夫谢迅的实力 和外公殷天正 不分上下的评价 张无忌喊外寻 谢迅时 谢迅虽然目盲 但是仗着铜龙当 人跟紫山龙王戴琪斯 斗了个不分胜负 结局前 与混元劈对手 陈坤 揭斗两百多招之后 赵敏的帮助下 将其拉入哭起 然后用双指 戳瞎了陈坤的眼睛 谢迅如果不瞎呢 就对是能够跟 阴天正不分 博重的高手 奈何眼睛问题 在实战中 太吃亏了 所以呢 榜单中 给他的排名 不是很高 第五十名 赤点仙子李莫仇 实力一流弱级别 神雕侠侣中的 著名女魔头 在江湖上 滥杀无辜 十几年 人物首次出场 就在数十周后 击败五三通 至时五三通的妻子 为救丈夫而死 曾多次被 众多高手围攻 但最后都突围而去 以暗器伤祸 全真妻子中的尊伯二 早期那 雪过不分的 九银真金 杨过和小龙女 都不是其对手 面对杨过 伊丽奇 大小武 成英 陆无双 来凭多人围殴 临危不乱 虽然先后两次在 黄耀师手下收缩 但最后呢 都把危机化解 成功脱困 甚至 这连黄耀师 也称赞 李莫丑的武功不足 想一样 敖兵时 李莫丑跟金伦 大战一百多招 不久又与 黄荣交手 十几招 被黄荣击败 绝亲古事件中 李莫丑一人独占 五三通 一律器等人围攻 后来 朱子柳知道 朱子柳死了 朱子柳要跟他拼命 原文说 二人武功 原本各有所长 但朱子柳这么一拼命 李莫丑直接被吓跑了 综合来看呀 李莫丑自认不如 黄荣公孙指 但战绩和盘牌上 看不弱于朱子柳 但因为有跟 精灵大战一百多招的记录 又多散 五角手下逃走 面对多人围攻 领然不拒 乌尔将其排名 略高于朱子柳 从没超风 到李莫丑 都是一流弱的平级 一流弱理论上呢 能够跟一流中 存在不分伯仲的可能性 但大概率是 撑不住一流强二百招 谈点射雕三部曲 前六十高手 第四十九名 丹阳子马玉 实力一流中级别 射雕运行传中 全征妻子中的老大 全征派第二代掌门 在蒙古大漠 教导郭晋三年内功 是郭晋人生中的 第一个贵人 马玉呢 是全征妻子中的内功第一 在射雕中 武功原本不习王主义 但在神雕中 武功大进 周伯通说 马玉是王重阳生平 最喜欢的弟子的 因为只有他 得到了王重阳的法统 马玉已道入伍 初十进步甚慢 但随着内功大进 外功也是进步神速 曾一招下退欧阳克 神雕中含有正式出场 但是在大胜关大会中 旁败中有这样一段话 朱伺德的武功 比之郭晋 马玉 邱楚姬 尚有不及 但已胜过了 王楚一 郝大同等人了 可见经文的设定是 此时马玉的武功呢 已经在朱吉柳之上 估计比起邱楚姬 也不会差多少 但可惜的是 应该是没过多久 马玉就失事了 第48名 金甲狮王 史书刚 实力一流中级别 神雕侠侣中 万寿山庄 十家五兄弟中的老三 得于一人兽 以及今生的内功 是十家兄弟中 武功最高者 因被霍都 偷袭重伤 十家兄弟在追捕 九尾灵狐时 劫持了神雕侠杨过 在杨过的帮助下 得以治愈 在有伤的情况下 能够硬按 杨过发出的三成掌力 后来差点秒杀 牺牲一口鬼中的两人 在连载版一律棋 奈何他半分不得 鉴于受伤的情况下 还能硬按杨过的三成掌力 猜测呢 完整体的史书刚 有杨过一半左右的实力